Hello 大家好 我是君哥 欢迎来到君哥不想聊外汇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 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停更了这么久 然后我去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首先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我会停更 因为我就怀孕了嘛 大家有看我的IG都知道 我就是怀孕然后怨起怨反而 就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连我的IG都不滑了 也不po线风了 就是也一段时间都没有用 因为我除了一定会吐 就是平均一天五次之外呢 我就是会头晕 我只要看手机 看书看太久也会 或是我盯着一个人看太久 就我们讲话会看着对方眼睛嘛 我看太久我也会头晕 然后头晕完就会想吐 然后再来呢就是我看萤幕 不管是手机或是电脑 平板等等的看超过 不要说一个小时 30分钟我就受不了 然后整天就是因为一直吐的全身很鼓励 所以我都在家里躺着 那我如果有出国的话 其实也基本上忙完事情 我也是躺在房间里面 一直休息 没办法去哪里 去了哪里 闻到一些 像我们说 某些国家的人 他喜欢可能比较浓的香水 或是我在机场闻到一些 比较香的那种味道 我也没办法 我也会吐 所以呢 我变了这阵子 我也没有办法入市民 因为我会呈现出来的感觉就是我生病了这样子的样子 但我也不想要像是录视频给大家看 就让他看到我那种身体不舒服的样子 然后第二呢 就是我有颜值焦虑 以前我在录视频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录视频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 因为毕竟在外汇也都超过十年了嘛 那其实我从之前开始录视频 然后就会有人在下面留言说 诶 君哥是不是变胖了 还是说 我 就是 发生了什么事连变圆了 但其实可能只是一个角度没有瞧好 然后我就会看到人家留言 我就会想说 我到底是不是变胖了还是怎么了 所以呢 我就 不想要录视频 因为我不想让人家看到我变胖的样子 然后很久之前 我录过一直就是我的抑郁症 然后我就开始暴食 其实我那时候录影片的时候 还没有 不是最胖的时候 我从那个时候还一直 又胖了几公斤 比我现在跨越的体重 还要胖十只公斤 我在这个我就完全不录影片 然后我只要一口照片 我就要修土 所以我男生子也我也不拍照 因为不管怎么修脸 就还是很胖 但是我现在已经接受我自己这样子 因为我现在差不多要七个月了嘛 那七个月我也没有胖到哪里去 就是你原本体重胖一公斤而已 那我觉得就算以后是 变得不管脸圆啦 还是身材变腫了 我相信大家是来看我的频道 学一些东西的 不是来看我人的嘛 所以我就已经接受现在自己了 毕竟现在已经是可以美肌了 现在可以修土了 不像以前我在用妹档拍的时候 都会 怎么头这么大 很熟的脸 怎么这边嘴边肉怎么的 但现在没有 现在是修土就好了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接受现在的我 然后再来第三个点 就是我遇到了录视频的瓶颈 因为我会不晓得要录什么题材 所以我之前录的那些影片 是跟EBC那边有合作的 那我在这边也特别感谢EBC送的那个中秋立合 然后有一个 有一颗足球 那就是他们跟巴塞罗娜那边的足球队联名的 那一颗足球 那我也很喜欢 特别感谢他们 其实那时候我为什么会跟他们合作一步 因为我真的录影片录到瓶颈颈 我觉得有点太基础了 或者说不适合 不是我的客群会想看的 所以我就要重新再整理一遍 然后我再去 写出一个类似相关性高的一些脚本 然后再重新剪 而且你只要剪影片 不是你想像怎么这么简单 像我这种手说话剪剪影片而已 如果我需要增加一些有PPT的 或者是有用操作的 那或是有用到一些影片等等之类的 那都要夹进来 都要后面再后置 然后从细节圈起来 哪里放大 等等的都要把它放进去 所以我剪影片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因为刚好他们可能会提供一些灵感给我 但是之前有人有跟我说 他想要看三角套里的视频 其实我已经有做功课了 就是我有稍微就是有做笔记 可是后来又刚好遇到那一阵子我很忙 然后忙完之后又遇到好运不舒服 又一直拖着拖着 我其实都还没有做完 那我打算接下来在11月27号的泰坦的课程 里面会稍微再提到这些东西 其实就不会像我录视频一样那么细节 因为其实录视频需要你做的功课很多 不是说我知道我分享给你 就这么简单也可以 可是我想要做到的是 我录的这支影片 我要先上网去查证过后 要大家是用怎么更白话的方式 讲得让人家更懂 我就会把它笔记抄下来 用这种方式 然后再做成PPT 然后再用算法 或是怎么用更简略的一个方法 可以让大家更明白 让小白的同学可以更明白 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或是更认识的这个策略 所以其实不是大家想像中 我懂我就分享我随便乱讲 不行 尤其是找比较知识性的东西 你都是要花至少一天 有时候我会忙其他事情 就会花到两天时间去爬文 然后做功课做笔记 然后要怎么去修正 然后再这样录视频 你可能会讲错 讲错呢 你就要需要重新再一直讲 一直讲 尤其是讲到数字的时候 数字你可能会讲错 所以你会发现 我有时候大部分 我在录PPT的视频的时候 我不会露脸 的原因是 因为这样子可以更节省我 讲课的内容 分享的一些内容 就比较 不会有那么大的几率一直NG 而且也不会一直说 我突然忘词 他就会有 类似像可以看的草稿面的那种方法 会对我来说比较轻糟 但对大家来说可能会比较无聊 但这是可以真的学到一些东西 就是主要看大家喜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那因为接下来你说 叫我再录一些比较知识型的内容 我真的也不太晓得 到底要录什么样的内容才好 因为其实你说录技术 技术其实很多老师都在教的 你说录策略 其实策略就是那几种 顶多我就是去分享别人的策略给你们看 或是别人的技巧 或是别人的什么 然后这样慢慢的拆解给大家看 这也是OK的 但是问题是 因为毕竟在这个行业里面 不要去拆人家的台 因为你如果po了这个东西 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对方的 这样子也不太好 所以我也比较少录这些东西 其实我可以录的东西很多 我也可以教大家怎么去区分诈骗 而不是单纯像以前 我只会介绍自情牌 而是我可以介绍各种类型的内容 或者说参考的一些电影 或是一些什么的都可以放进去给大家 但是因为我觉得不管各行割烟或是什么 就是大家可以避免则避免 尤其是像诈骗的这种东西 我也有很多身边朋友都会来咨询说 他被骗了 或是说他不确定是被骗 他会来问我 但是因为那个也是需要取得对方的同意 我们才可以把别人的事情 在公开的YouTube频道里面去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后面也比较少在录这些东西 就是关于资金盘的那些东西 因为很多人跟我讲的是 就是资金盘其实当起初的时候 前面还是有些人赚到钱 虽然后面还是蛮多人受骗的 那我在别人赚到钱的时候 就已经讲出这个不行了 其实搞不好他可以撑更久 但是可能我一讲完之后 这个盘没多久就整个就倒掉 然后受害的人又更多 所以这个变成我内心的一个纠结 我到底要不要录这种类似的影片 所以我才会说我就有录影片的瓶颈 那我也不太晓得到底要录哪些彩号 然后再加上我没有想要变现什么东西 就是我不想卖课程 我现在也没在卖EA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会在 像我在泰坦的课程里面 我就会把我知道的 或是我现在突然想到的 或是一些现在这几年经历过的一些经验 分享在课程里面 我不会说你想要了解更生技术 你就来上我付飞课 没有 我不会 因为我没有付飞课让上 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超群 我不喜欢跟大家互动 就是我是一个 你有问题可以问我 但是我不想要每天问说 你吃饭了吗 你复习了吗 你有复盘了吗 那种的人 我觉得这样很累 所以你有问题可以在群组都可以发问 但是我不会去主动的关心 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想学 你就会自动自发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录视频 跟录那些大家狗提的一些意见的 相关视频的原因是这样 再来呢 就是有人介绍我说 你可以去考FTNO 他觉得之后未来你在介绍课程 或介绍什么时候 你更有说服力 但是其实大家也知道FTNO 它是有它自己的一个标准 而且现在有很多平台 它有出类似 访FTNO的一些考试 或者是一些平台 它有类似的那种 就是交易的考试等等之类的 那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去考 因为我觉得去考 那个很没有意义 就是你考上了又怎么样子 那我要跟大家说 我考上了 然后大家要来买我的考上的技术课程吗 买我考上的EA吗 其实也没有 我也不想要啊 然后再加上就是 其实你真正会赚钱的策略 你也许可能运气好那时候 考上了 那或者说你的策略 刚好就是用它的那个提醒 因为其实FTNO考试 它是有公式的 就是它比较适合某类型的策略 或是它本身技术 是比较适合考试的那一种的 那我跟我一个朋友聊过说 其实你帮FTNO操盘 然后你拿到的钱 其实跟你去上班 就是不会落差到很少 我们不要讲说 一个月就是赚不到三万块 或是打工 然后它一个月不到两万块 那是我们不要讲 那基本上你去帮他们操作 你可能再可以在家里 在哪里 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交易 就像我们外汇讲的那样子 就是会比较轻松一点 不用被绑在公司 然后你会觉得说 操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但是你要想的是 当你全职在做操作的时候 你真的是觉得很快乐吗 这个也是另外一回事 其实现在很多老师 找非常非常久了 你们可以在网络上面 找到那些很有名的老师 他们谁去考了FTNO 就是对我来说FTNO 它是一个缺统 那要赚的话 其实我很推荐的是 那我可能假设 我一千块赚到了三千块 好那我就至少 我已经两千块入口袋了 那我再拿一千块再去评 这样子 那你不要拿一百块 一百块真的就不要说 你要出来交易 也就是你一百块 我说是美金 拿一百块真的去吃吃喝喝 让你心心开心就好了 或者是你真的去练练手 0.01这样慢慢去练策略 可是你相信我 大部分人都贪心了 当你一百块有抓到钱之后 你马上加码到一千块一万块就亏钱了 因为你的底子还没有收 你就想要急着要加码 这是人性啊 所以考FTNO也不是我现在的目标 所以我这阵子又花了一些时间 去学习其他的东西 因为毕竟现在运气哪 也不适合去嘛 去哪又不舒服 又不想晒太阳 又很会流汗等等的 所以我不如就带在家里休息 然后进行学一些其他东西 那大家也知道我最近 就是开始在学紫薇 因为我朋友跟我介绍这个挺不错 我之前也有学过一点点 那我就想要来加深自己的一些 看紫薇命盘的一些技术 所以呢我就去报名的课程来上了 那可以欢迎大家跟我分享 你这次直接学了怎么样的一个课程 或是你想要听怎么样的一个内容 都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那如果我觉得这个主题不错 那我就会把这个主题录成一支影片 分享给大家 那如果想要学一些更技术性的东西的话 其实市面上很多老师都很不错 你们可以直接去上他们的课 那或者是说你们想要有一些 怎么样的策略 那也然后本金多少 或是怎么样 你也想要听听我的意见 也欢迎来私讯粉丝团 也可以 但是不要私讯我的IG 我不知道为什么IG一直登不进去 因为我发现有人会一直私讯IG后台 千万不要私讯IG后台 就是LadyJuneFX那一个 再来就是你如果要选平台 不管哪一家平台都好 你就慎选 然后选那个历史比较久的那几家平台 像我去EBC的 他有帮我写一些脚本 其实他们家我也 我会介绍就表示是还不错的 你们也可以选择他们家 或是我帮泰坦上课 泰坦其实也是一个不错 只是他们大部分之前都是在经营日本市场 然后现在也想要来经营台湾市场 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 那我之前用了比较久的格伦 也欢迎大家到格伦来开户 不管哪家平台 请大家就是胜选选历史悠久的 那不知道怎么选到 也可以从我介绍自己家里面去挑选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